护士半夜悄悄走进男人病房脱下衣服 随即和对方进行交易 在白天 他们是正常的病患关系 可两人私底下却腻歪在一张床上 真让人想不透 胖子究竟为何有如此福气 居然能拿下漂亮迷人的护士 胖子叫张赫 患有严重的肝炎 所有人都害怕被传染 纷纷孤立他 就连父母也都避之不及 探望也都保持距离 好友也只是在手机上来 具轻撩淡写的问候 张赫躺在床上 内心无比苦涩 唯独漂亮的护士多恩愿意和他接触 还贴心地想病房 其他人解释张赫的病不会传染 见张赫孤独一人 经常陪他吃饭 在每次打点滴时 还会对着药带送出一个香吻 多恩表示这是特殊的配方 不经意地撩拨 就能把单纯的张赫拿捏得死死的 这一吻不仅能够治他的病 还偷走了他的心 从这之后 张赫每天的愿望就是能够见到多恩 夜晚里偷偷下床 张赫故意在医院溜达 因为今天是多恩在职业班 可溜达一圈不见对方身影 直到他推开隔间的门 终于找到了他 但谁知 多恩竟是在吞云吐 无意之中 张赫注意到多恩手上戴的戒指 难道多恩已经结婚了吗 多恩却解释 这只是医院发的纪念品戒指 张赫如是重负 这时 护士长怒斥谁在抽烟 然而面对多恩的甩锅 张赫却欣然接受 很明显 病房的一吻 张赫已经深深迷上了他 次日 多恩又找到张赫 说是来感谢 可看到张赫的饭菜时 毫不客气地拿起筷子 一口接着一口 即使是这样 张赫丝毫没有反感 反而心花怒放 临走前 他还问多恩有没有吃饱 接下来的日子 每逢夜班 多恩都会来到张赫病房休息 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慢慢地 二人关系越走越近 为了表达爱意 他居然学着多恩 故意跑到楼道抽烟 还装模作样给他敌烟 没想到被多恩怒斥 张赫连忙仓皇逃离 晚上 多恩来到病房换药 他发现手机屏幕上写着 我再也不抽烟了 看到这一幕 多恩露出了笑容 然而美好的时光很短暂 没过多久 张赫的病情痊愈 主治医师说 过了今天 你就可以出院了 这时张赫假装咳嗽 他问医生 自己病还没好 能不能再住几个礼拜 如果回去 就意味着要和女神分开 面对请求 医生并没有理会 当天晚上 准备好一切 张赫决定告白 结果来的却是护士长 张赫的脸色骤变 没想到闹了个大乌龙 见人不对 张赫立马翻脸 结果到了次日出院 等了半天 多恩还是没来 一番打听下 张赫才知道 因为多恩身体抱养 他就请了几天病假 回到家后 张赫难过得要死 按耐不住想念溜到医院 他想要到多恩的号码 幸运的是 在接诊前台 张赫找到了号码 不幸的是 在快要记下时 一声怒吼传来 又是护士长 因为慌张 张赫只记下了前七位数 于是他只能使用 最笨的办法 完形填空 张赫一个一个拨打 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 拨出无数个电话之后 张赫打通了 这一次 他鼓起了勇气 对多恩深情表白 田狗对女神深情表白 对方回应的第一句话 确实来我家吧 我家没人 面对女神抛出的橄榄枝 傻子才不去呢 他连忙用三条腿 以最快速度飞奔过去 然而没谈过恋爱的他 在女神面前满脸羞涩 只会问一声好 进屋后更不给力了 整个人拘谨得不行 屁股都还没坐热 他就起身要走 多恩拿捏得恰到好处 却又能让张赫浮想连篇 第二天早晨 趁着多恩还没睡醒 张赫便早早起床 给他做了顿爱心早饭 顺便还把坏了的灯泡修好 而这暖心举动直接让多恩感动到不行 直接给了他一个奖励 从这之后 二人关系确定 起床倒垃圾 上班 下班 张赫那细致入微的关心 全部充满爱意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 吃饭时 张赫发现多恩的左手 那枚戒指消失不见 一起出去逛街 店老板却说小姐有点眼熟 之前是不是来过 虽然心中带着疑惑 在爱情的熏陶下 张赫没有多想 很快他们决定出去旅行 临走前 二人打算买件情侣装 可很不幸 即使是最大马 对于胖胖的张赫而言 根本穿不下去 在这一刻 张赫感到自卑 但多恩却安慰他说 他就喜欢胖的 这很可爱 终于 时间来到旅行当天 虽然没有情侣装 但贴心的多恩却准备了情侣鞋 这一刻 张赫下定决心穿上这双鞋 他要踏上减肥之旅 一步两步 时间飞逝 如果说以前是可爱 那现在就是行男 这天 领导找到张赫 上次说有个美差 去总部历练几个月 回来之后升职加薪 前途将会一片光明 回到家 他将消息告诉多恩 可难办的事 虽然是个机会 但总部却在外地 这一刻 多恩有点犹豫 爱情和面包 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 不过为了见面 张赫买了辆车 二人约定即使在忙 每天都要见面 从这之后 公司和家庭 张赫开始了两头跑的日子 刚开始 张赫还干劲十足 可随着工作任务的加重 异地练弊端显现了出来 只要下班 张赫就累到不行 多恩也心疼他 原本每天的见面 现在改成了一周一次 而多恩不知道的是 爱情经不起异地的考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感情渐渐平淡 张赫居然一亲别 练上公司的女同事 女人吃个薯条 结果把番茄酱沾到衣服上 喝个咖啡 也撒了自己一身 然而傻白甜 只是他的伪装 借着自己和张赫 在一个团队 每天不断和张赫的接触下 成功俘获了对方的心 张赫家里的女友 就成了无关紧要的旁人 这天公司庆功宴 女人喝多了酒 张赫为了照顾对方 将和女友多恩 一周一次见面的约定 示弱空气 现在一亲别恋 哪有心思顾忌 给多恩打了通电话 多恩并没有责怪他 只是让张赫有空 回来帮忙换一下灯泡 可因为太累回来了 也直接躺在床上 将换灯泡的事情 抛之脑后 越来越多的失望堆积在一起 二人之间的隔阂 也越来越深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一件小事 他们就吵得不可开交 多恩怀孕了 而且孩子已经四周 张赫顿时待在原地 但他的脸上 没有一点高兴的表情 为了维持这段爱情 多恩来到医院打掉孩子 即使心里非常难受 可在张赫面前 他还是强装开心 接下来的日子 可能是因为心里愧疚 张赫准时下班 准时回家 但好景不长 身体的疲倦 加上感情的缺少 张赫变得浑浑饿了 然而就在这时 女人往腿上一坐 简单几句话 刚还疲惫的 他瞬间变得精神 可能这就是爱情的魔力 只可惜不是多恩给的 这天两人约定 下班后一起逛街 本想挑的东西 让张赫给点意见 可张赫言语之中 全部都是敷衍 嘴上还不停地蓄倒 工作太忙 身体太累 逛完街就回去吧 爱情本就是 两个人彼此迁就 然而面对多恩的失落 张赫依旧敷衍对待 还错把多恩名字 喊成了女人的名字 多恩的心彻底碎了 日积月累的情绪 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冲动之下 多恩大声质问宝英是谁 其实他早就知道 张赫的遗情别恋 天真的他一直在等待 他以为男人会回头 最后他寄回了戒指 二人的感情到此结束 张赫刚分手便无缝衔接 立马和女人发生了关系 次日吃饭时 看着几个护士 他又回想起了多恩 走在路上 看见别人的孩子 他开始陷入沉思 忍不住思念翻看起了手机 张赫发现 多恩的动态一直没变 还是那条和张赫去旅游的文案 认为多恩还爱着自己 现在去挽留应该来得及 连忙翻找出丢掉的戒指 赶回去找多恩 果然 前面的路口 他一直都在等待 然而多恩等的并不是他 张赫不小心和一个胖子相撞 双双倒地 多恩上前扶起的却是胖子 他和张赫是一样的名字 但却不是同一个人 原来在三个月前 胖张赫因为肺炎入住到医院里 而这个时候 张赫被外派到外地 平日聚少离多 他开始怀孕 是睡贪吃 并不是为了撩拨胖张赫 胖张赫出院那天 其实是多恩去流产 然后让他来家里过夜 是为了报复彻夜不归的男友 换灯泡 丢垃圾 这些都是男友没做到的事 在男友变心的日子里 是胖张赫填补了多恩心中的空白 那条文案里提到的张赫 其实是胖张赫 多恩拉起胖张赫 直接无视了一旁的渣男 把他视若空气 张赫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开 还好他还有女人 他赶忙找到对方 如今失去了多恩 他不能再失去另外一个 可谁想张赫是渣男 女人也是个海王 一改傻白甜的嘴脸 你怎么回事 我那那那种人不是